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每年暑期舉辦全臺育幼院 巡迴分享會 今年共有三十位離開育幼院 自食其力的學長姐 也分享如何面對挫折 並且獨立的經驗 來給還在院內的學弟妹 告訴他們 再稱一下 人生將會不一樣 專程從屏東北上參加 施加兒自立mentor成果發表會 王修元對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創辦人洪警方九十度鞠躬 因為十多年來 協會從沒放棄他 二十六歲的CC快十六歲時遭遇家暴 進入安置機構 滿十六歲時被評估可工作離開機構 但沒錢沒地方住怎麼辦 過度期住進自立宿舍 做過餐飲 擺攤業務和行政 只有國小學歷的CC後來念空大取得大學學歷 同樣遭遇家暴的雲蓉 十五歲離家住進安置機構 十八歲時入住自立宿舍 因家暴陰影不時出現負面情緒 有愛被關注曾經的施家兒被拉了一把 現在穩定自立 二十多歲的 讓他們到全臺育幼院分享 告訴學弟妹們 有一天不幸將是戰勝未來的武器 再稱一下人生將不一樣 記者林曉惠 臨志堅 臺北報導